歌手李文之前作为梦想导师 参加了中国好生衣节目的录制 最近在香港参加活动的时候 李文说自己对自己曾经辅导过的一位学生 一直都念念不忘 甚至更为夸张的是 他说想生个他这样的孩子 我自己很喜欢好几个 那可能特别是平安 因为我觉得他长得真的是好可爱 很乖很乖巧的孩子 我就跟我老人说 如果有一天要生个孩子的话 我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子 像很乖巧很乖巧的孩子 然后他的声线真的很漂亮 非常美 非常喜欢他的声线 之前在中国好生衣进入了导师考核阶段时 杨昆曾特邀李文前往驻镇 作为梦想导师协助自己完成学员考核 除了学员平安之外 李文对于自己的歌名徐海星印象也非常深刻 徐海星曾经以一首李文的自己征服了所有的导师 同时也赢得了李文的欣赏 对于前几天他在刘欢队的终极考核中惨遭淘汰 李文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好可惜 因为我知道徐海星是我的歌名 我觉得其实这是他们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其实世界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他们 不知道 关注 究竟